老师 来 这样的男生 不只是中央空调 他更像是叫 习惯性的暖男 习惯性的暖男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你出现暖你 明天他出现暖他 就他以前和前女友 谈恋爱的时候 和现在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我相信不会有 太大程度的差别 是对人是一样好的 那你变成他前女友的时候 你要发个朋友圈说缺钱 他也会见一切 他就是习惯性的暖嘛 你一开始就提出说 你为了我 你不要去当飞行员这件事情 这一听就知道是气话 就没有人会把它当真 他都不会把这事当真 为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 去阻止一个人成长 那姑娘 其实你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于你的安全感的缺失 但是一个人的安全感 一定不来自于另一个人 你要来自于另一个人 给你安全感 哪怕你来自爹妈 给你安全感都不靠谱 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地方 安全感来自于 我完全可以离开你 离开你我会伤心 我会痛苦 但我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 来自于这一地方 来自于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对吗 所有的事情都是考验 所有的事情也都不是考验 当你们真的说 这个爱情是足以支撑一辈子的时候 异地算什么考验 当异地变成一个巨大的考验 或者说前女友 别的女生是一个 那未来还有空姐 是吧 都变成一个巨大考验的时候 那本来就不足以让你们变成一辈子 所以看清楚自己的心 看清楚自己的道路 不要总盯着别人的道路 你没有任何资格去阻止别人的道路 你只能走好自己的路 就这样 好 谢谢陆切老师 来 删娜老师 飞行员 这个职业将会是一个 有更多空白时间的一个职业 因为你只要在天上的时候 你的手机都 如果你不舍得大 就很久 Because I'm T 你也知道 你也不舍得大 我能 стро好吗 那你会删除掉 我还能ое不知 你带走 我好 你也不舍得啊 你觉得我可以 你不舍得 我天上 我做 你不舍得 我 你不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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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舍得 你不舍得 我的舍得 你不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意义截然不同 对于女人来说 婚姻的意义在于 找到一个家 但是对于男人来说 是失去自由 的确 在生活当中有一类男生 就是像他这样 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性 你们俩认识的时候在酒吧 那就是一个可能性 他就抓住了 于是今天你成了他的女朋友 但是他也不会在跟你交往的同时 放弃其他的可能性 这是眼 是一种习惯 我说一个让你绝望的事实 做这么些年情感节目 和身边周围的人 我发现那些 不放弃任何可能性的 这种男人 基本上不会改变 我不说他有多坏 这就是他性格当中的东西 给每一个异性 打开可能性 你说他真正要做什么吗 他未必做得出来 但他就不愿意放弃这种可能性 这就有点像网虫 就是只要见到网页上 有下滑线的地方 他都忍不住要去点一下 只要见到女人 就忍不住要说一句话 要撩一下 上瘾是有这种男人 而且基本上不会改变 那你说浪子总有回头的时候 但其实他不是浪子 但他就是不放弃可能性 那你说这样的人会结婚吗 会结婚 我有好几个同事 这个女生 就找的是这样的男人 他们每天在网上 就找陌生的女性 她会去聊 她真干什么吗 不干什么 她就不聊 她就不舒服 你知道吗 但是你是不是那个 可以驾驭这种男人的女人 在我看来不是 你没那样的智商 也没有有效的管理方式 其实女生长得非常可爱 所以其实你应该找一个 不是说你能驾驭的 而是跟你的价值观 和情感边界 类似的男人 否则的话 你看你今天插着个腰 说她的这些个事 我觉得你并不痛苦 我只是觉得你有点烦 所以其实在这段情感当中 我也不认为你付出了多少 如果一旦分手 你也未必会有多伤心 所以差不多也就算了 让她去飞吧 你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可能性 还有好多可能性 后来我讲了一下 为什么你女生原来这么好 其实不是因为你帅 也不是因为你暖 而是因为她看上去 一副无公害的样子 女生都会放下防备 然后呢 跟她之间的关系 不会搞得那么紧张 所以你可以接近到女生身边 女生会接受你的暖 但人生的可能性有很多 陪你到死的只有一个 你自己看着办吧